嘿大家好 歡迎來到區塊先生的Crypto節目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一個新項目 叫做Chain Flip 那有關注我們頻道的人就知道 我們在Sky 3年前 也有介紹過這個協議 那它終於上線了 而且這個協議呢 獲得到Thorchain 還有Andrew King的支持 大家如果知道Thorchain的話 就知道Thorchain跟Chain Flip很類似 都是做這種原生鏈的跨鏈交易 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不會用到這個跨鏈橋 反而是用到它自己的公鏈 來執行這個交易 那待會我們深度來討論一下 那另外呢 我們這週介紹的Blur跟Blast呢 都表現得非常好 尤其是Blur 真的在過去七天 瘋狂暴漲81% 最高到100%左右 所以如果有做多 這個項目的小夥伴們 恭喜你了 所以突然覺得 好像每次我們接到項目 真的要介紹FTT漲 Ordi漲 然後Blur也漲 當然這些項目 很早期都介紹過 只是我們都在它漲之前呢 又拍一集來介紹 所以這我在播客裡面會講到 資訊不對稱 是不是 但沒有 核心原因是我覺得 很多項目 尤其Blur 一直到還沒上币安的現貨 然後另外一點 Blur出了這個 Blur的Staking 來獲得到Blast 那這個是很符合 整個市場代比經濟模型 喜歡的一點 另外一點當然 它有獲得到Paradigm的投資 這個呢 我們下一期 會再深度的介紹 好 那我們今天主要的呢 是來介紹Chainflip 在開始之前 我要請大家加密貨幣投資 非常高風險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不懂的話 就絕對不要碰 今天講的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議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aid today i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那我們先來看 Chainflip的這個投資者 有這個 Framework Venture Blockchain Capital Pantera Coinbase Hypersphere Delfi Digital Laminascap Mekanizen Capital 沒有錯 都是各大大佬 還有這一次有投 Blur和Blast的 這個Egro Capital 沒錯 所以先看這邊 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這個代幣經濟模型 這個可以往到這邊來點下去 到它官網上點Token 然後呢 往下移 所以告訴你說呢 Flip代幣呢 總供應量是9000萬顆 現在代幣價格呢 是5.1美金 這個總流通的市值呢 是9300萬美金 全攤體的這個FDV估值呢 是4億5900萬美金 那現在呢 這個節點驗證的年化呢 大約是10% 這也是浮動的 然後呢 現在呢 大約呢 是會給8%的代幣 然後呢 Burning呢 是他們會燃燒掉的 這個代幣呢 大約是0 現在粉紅沒有燃燒嘛 所以0% 那你要怎麼做 為它這個Staking的Validator 你要先到這個Ecosystem 點下去 然後呢 它第一個產品呢 叫做這個StakeFlip 那到了StakeFlip這個頁面後呢 就會到這裡 等一下 點開GoToWebsite 然後到這 然後呢 這邊呢 你就可以去做StakeFlip 那現在它 預估的年化是30-200%左右 然後呢 你要獲得到Flip的話呢 你可以直接到StakeFlip的這一頁呢 到Unitrop上面去購買 那你會注意到很特別的事情 它這邊寫說Build by Thunderhead 其實這個應該算是 ThorChain旗下的一個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他們做了很多ThorChain上面的產品 雖然早期的這個ThorChain支持者 因為我自己很早以前就在挖Rune 就是Rune當時的設計還蠻特別 你們可以看到Rune真的是帶動了 我覺得帶動了很多人成為那種神機人物啊 就 對Rune就很猛啊 它最低的時候 我們在介紹的時候 2019年代大概0.0幾塊吧 然後它最高的時候來到20塊 就是2000倍 所以對某些人來講可能是上萬倍 因為你去挖這個代幣嘛 對 然後Rune也上了帝安啊這樣 到現在估值都還是27億美金 那像Andrew就是Rune裡面 最大的一個挖礦的礦工之一 那當時Rune是最早期推出這個 Staking Validator的方式 就你不需要自己去跑節點啊 搞了一堆有的沒的 你就很容易就可以去跑 他的Rune的這個Staking Validator的時候 然後 這個就是它代幣經濟模型 很核心的一塊 我覺得很多產品 他們做得太複雜 產品可以複雜沒錯 但你絕對不能用複雜 來做為你的產品這樣 你的複雜呢 是你的產品要好的部分 但你行銷上面這一層呢 必須要是讓人家簡單易懂 那Flip呢 跟Rune很類似啊 他也做這個Staking Validator的部分 然後呢 這個Validator就可以賺取他這個收益 那他現在已經在跑了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現在有Qualify的Node呢 有157個 然後呢 他們現在有這個 Projected Global Lockup是90萬 Annual Rewards呢 是這個10萬顆這個Flip 所以現在都可以看得到 他們整體的收益 還有有誰在跑這個Validator 這些都可以在他這個Explorer看到 那他的這個Swap產品 還沒有上限 這其實感覺很像Rune Rune當時也是這些東西都有 然後就是Swap一直沒這樣 因為其實沒那麼好做 他是Native Swap 所以跟平常看到的 這種封鏈上的Swap不一樣 他必須要跨足這些鏈 但Rune當時上的時候呢 還沒有這些Layer 2 所以我覺得對於Chainflip來講 應該會相對容易 那這是他測試網上的這個交易 那什麼意思是這種原生鏈Swap 你可以去看他這邊 Gitbook上有寫一張 從這個影片來看 就你可以看到左邊藍色這個 然後他是想要買這個比特幣 我把它放大一點好 然後呢 右邊有兩個Market Maker 他們有比特幣在原生鏈上面 那這個用戶呢 他是用以太坊上的USDC去支付 所以他會要先給Chainflip 他比特幣的地址這樣子 然後呢 這些Market Maker 他們可以跑節點 可以不跑節點 跑節點的優勢就是 他可能可以提早聽一些單 因為在Chainflip上面 一單要驗證進去 依照不同鏈有不同規則 但以太坊的話 至少要有六個這個驗證 後才能算是Final 這樣他下面也有 我記得他下面也有寫 對 然後呢 你驗證後呢 確定完後 才能算是這個 對你看6 Ethereum Block 要有六個區塊 才能算是一個Final 然後呢 對於一些Market Maker 他可以先在以太坊上面聽 然後你們去搶這個 那搶的話呢 他大概可以賺25BP吧 就是25 basis point 那這個就會是 這些Market Maker的收益 這些做事上的收益 那我們知道像Winter Mew Ember這些 還有很多其他家做的商 一年賺上千萬社稅上億美金 就是在搶這些單 不管是Sandwich 三明治 或是這種JIT 對 Just-in-Time 那Chain Flip的整個設計 就是以JIT AMM的形式去設計的 大家如果不懂的話 可以去看我之前介紹JIT Just-in-Time的這個介紹 這邊也有JIT AMM Core Feature 那JIT最常看到的就是這種Range Order 在Uniswap V3裡面 我們會看到 好 不管如何呢 他這個設計就可以確保最核心一段 就是你在以太坊上面支付USDC 然後你在比特幣鏈上面 然後你的比特幣 然後你可以輸入任何種的地址 所以這邊就會有足夠的隱私性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確定說是誰寄來的 他可以再轉 所以會變成是說你可以有機會把這 從你USDC獲得到 到你變成比特幣 整段過程都是匿名性的 對 所以這個很重要 那而且尤其我們看監管 其實越來越恐怖 就是人家罵你一下 怎麼樣你就要去認罪 所以匿名性還是很核心的壞 但匿名有壞 但是也有很好的用途 就是保護自己 好啦 那這就是Chain Flip的這個核心用途 那他有很多這個生態項目 所以如果你想要作為他的這個Ecosystem Partner的話 也可以去認識一下 然後他們也有開放做審計 開放做Hackathon 然後也有這些JIT Strategy 你看這個Liquid Partner 這些就是他上面的一些做事商 跟其他的這些節點驗證的 Dora也在做DoraFactory 也在做自己的這個節點驗證 然後就做自己的產品這些的 對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他整個生態蠻大 那現在如果我們把它對標為Thorchain的話 Thorchain現在是25億估值 然後Chain Flip則是4億5千萬美金的估值 然後當然如果以流通估值的話 他就差很多 只好差16倍左右吧 所以我覺得還是有值得我們看的地方 但是我講 現在都不確定是熊士還是牛士 所以很多這些東西都有可能高估 像我之前也講Blur有點高估嘛 但是Blur畢竟把OpenSea屌打 那你想OpenSea上一輪估值是20多億美金 對 所以如果我們把Blur想成是 Blur加Blast的話 那他整體的估值就有可能是低估 所以這也是要看你怎麼去算 然後怎麼去使用這些產品 對不對 那當然如果Blur生態有更多產品出來的話 就可以更justify他的代幣的價格 那好了今天主要是講Chain Flip 那Chain Flip他們也有自己做一些中文社區 然後大家也可以去加入 然後去多認識一下這個協議 然後我們大概就這樣子 下一期我們會在有必要播客裡面 講到更多關於 Blur和Blast 還有Chain Flip的Sentile 所以我想請大家加密貨幣 投資是非常高風險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不懂的話 就絕對不要碰 今天講的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議 Crypto 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that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et today i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然後如果你想要認識 像是Andrew這些大佬 或是一些未來 可能會成為下一個 這些神級項目的話 你可以參加12月12號 這個年底的線下區塊線活動 那應該還沒有賣完 對 我們應該還剩一些票 就是這幾個都是同樣價格 小方我們票賣超便宜 我今天看別人賣票 都賣4000塊錢 我心裡想 我們賣真的很便宜 好了 然後呢 到時候也會有T-Shirt可以抽 然後呢 有各式各樣的項目 大家可以認識啊 這些的 好啦 那這裡就到這啦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我們要來他們的一萬個 會員 我們要去過 我們要去 我們要去 找這個 益子 我們要去 益子 我們要去